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她不禁暗暗感慨 这个路易分明是来扰乱她心扉的 害得她在课上频繁地开小差 课间 她一脸疲劳地趴在课桌上 只想好好休息一下 小迪走过来拍了一下金夏的肩膀 关心地问道 你怎么了 我怎么感觉你这样累呢 金夏慢慢抬起头 轻声道 可能是昨晚没休息好吧 小迪立刻明了 再加上金夏搏梗处稳衡的助攻 小迪黑黑地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小迪的笑容有些猥琐 让金夏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小迪用手轻轻摸了摸 金夏后搏梗处 暧昧 得道 昨夜战况挺激烈的呀 竟然会在这里留下痕迹 金夏立刻明白了小迪话中的意思 打掉了小迪放在自己脖梗处的手 你胡说什么呢 蚊子咬的 哦 原来是蚊子咬的 那让我瞧一瞧 别处还有吗 小迪故意调侃道 好了 别闹了 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 金夏将小迪的手拉了过来 示意他坐在自己的对面 你确定晚上要一起吃饭 我去方便吗 小迪笑嘻嘻地调侃 你就负责想好想吃什么就好 过了这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行 那我可要好好想一想 小迪单手拖着下巴 努力思考着吃些什么好呢 放学来接 这一天之中 金夏便在恍惚之中度过了 放学的时候 小迪挽着金夏的胳膊笑呵呵地走了出来 带他们来到门口的时候 金夏便看见了路易的身影 他靠在汽车门旁边 依旧是单手插兜的样子 正在等着金夏出来 路易 金夏笑着向路易扬了扬手 路易只是笑了笑 但是却丝毫没有动作 金夏拽着小迪便走到了路易面前 介绍道 路易 这是我朋友小迪 小迪 这是我老公路易 小迪礼貌地伸出了手 打着招呼道 你好 路易扫了一眼小迪 原来整日和金夏混在一起的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长得也不过如此吗 貌似也没有 你好 路易礼貌地回窝了一下 便快速地松开了 想好了去哪里吃了吗 路易看着金夏问道 小迪说想吃中国菜 来这里这么久了 都有些想家了 金夏拉着小迪的胳膊 笑呵呵得道 好 上车 路易说完后便直接打开车门上车 动作一气呵成 金夏也不以为然 自己打开车门 陪着小迪坐在了后排上 你在哪里找到我的车钥匙的 金夏不记得自己 有将车钥匙给路易啊 你能放在哪里 猜都猜得到 路易自然是信心十足 他发现金夏很喜欢将贵重物品放在衣柜里面的暗格中 他和金夏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他这点小习惯他自然是早就掌握了 你知道哪里有好吃的中国餐厅吗 金夏继续追问道 知道 路易也没有说餐厅名 静止开着车 对了 还有蓝叶姐呢 要不要我们去接她 金夏继续哒哒地问着 不用 我已经告诉他餐厅位置了 他也会自己去 你俩工作谈得怎么样了 金夏双手抱着路易后面的座椅 头微微倾斜 继续叙道地问着 还好 路易依旧是看似有些敷衍地回答着 哦 小迪听着路易和金夏之间的对话 没有插嘴 说实话 他刚刚看到路易的第一眼 对他的印象并不是很好 他不是很绅士 没有帮他们打开车门 他也不是很耐心 没有仔细认真的回复金夏的问题 他也不是很热情 貌似看见他们之后 没有什么面部表情 不过 他静静地听着金夏和他的对话 慢慢地 他好像懂了 为何金夏会如此喜欢他 他虽然话少 但是面对金夏的序道 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不耐烦 总是保持着一个平缓的语调 回答着金夏的问题 小迪看着路易和金夏的互动 不禁声出了羡慕之意 不知道何时 自己才能够遇见自己的良人呢 晚饭 路易带着金夏和小迪来到了一家中国餐馆 路易早就已经订好了包房 带他们三人走进时 发现宅兰叶已经在包房内等候呢 原来 他距离餐馆更近些 故而便先到了 金夏看见宅兰叶 立刻热情地走了过去 抱了抱宅兰叶 亲切地打着招呼道 兰叶姐 金夏 好久不见 是啊 好久不见了 你越发得漂亮了呢 金夏甜甜地夸奖道 你倒是清瘦了不少 是不是不习惯德国的饮食啊 宅兰叶问道 嗯 还是我们中国菜好吃 金夏笑着道 我看你是思念中国的人吧 宅兰叶看了一眼路易 调侃道 嘿嘿 这样说也没有毛病 金夏向来大方 承认自己喜欢路易 貌似也没有什么害羞的 四个人纷纷入座 小迪和宅兰叶分别点了一个菜 剩下的皆是由路易点的 小迪发现 虽然金夏没有点菜 但是路易所点之菜 全都是金夏喜欢吃的 餐桌之上 只听见金夏和宅兰叶 小迪续就聊天 路易几乎不发一言 但是他却也没有闲着 一直在不停地帮金夏布菜 而金夏呢 仿佛已经习惯了路易帮他夹菜 以至于他貌似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自己吃了些什么 两个人之间默契十足 仿佛一切都是刚刚好